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稍微停一下我常规的课程 我们今天呢讲一些稍微有意思一点 或者有设计感一点的东西 我们主要讲的是产品的loading的一个这个小图标 我们首先看几个案例 那这是一个雪球飞起来 然后再弹回去的一个loading 这个loading呢是做的比较有创意 但是反过来讲呢 它在那个真实的产品中使用的可能性呢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整个这个图像非常大 而且呢也比较复杂 所以呢虽然它做的很棒 然后细节上也很漂亮 但是呢它的实际用处并不大 然后呢像这种呢比较简单一点的 它在实际中的运用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大的 这种呢我们定性的这种叫所谓的常规性的loading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看起来呢就不是我们刚刚那种非常常规意义上的 它是有一些意思的 那包括它有表情的那这种呢我们叫做叫情感化的loading 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变化非常的多 然后也比较复杂的这种呢就我们常规来讲呢把它定义为创意型的loading 这种创意型的loading呢 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是比较有意思的 但是最终能不能放到产品里 这个不太好说 根据你的产品不同 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选择 我们再看一下这也是一个常规的 这个也是偏常规的一款loading 这个也是 这几款呢都是比较常规的 然后呢就是可能它会像一个耻轮 或者说像一个闹钟之类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常规型的 有一个箭头的转动 那可能是想表达你现在这个东西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感觉 像这种呢我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就属于所谓的图形化的loading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可能就是做一个动态的东西 那我们真正在设计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就是你做了一个设计但是别人看不明白 感受不到你在设计什么东西 这种纯图形化的设计呢 我们要尽量避免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稍微带一点酷炫的那种loading了 就它的动态啊比较复杂 比较好看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跟windows的windows8的那个开机的那个loading有一点相似 但是可能没有windows8做的那个比较酷炫啊 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dribble的那个小图标 那它实际上它这也算是一个趣味性的 就是说它有一个小球在地上弹弹这种感觉 所以它做的这种呢是属于趣味性的loading 那像这种呢我们有一个功能我们按下去之后 它开始有一个进度条在走 那这种就是带有明显刻度的这种loading呢 我们基本上把它定性为叫功能性的 那告诉你这个功能它的进展是怎么样的 帮助你去理解 那所以这种loading呢也是一种形式 那接下来呢我会就这之前 那这是我给别人做的一个案例 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里面呢 我把loading设计成了这个小太阳的这个形状 那为什么要设计成小太阳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款app呢实际上是给父母 就是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去用的 那是一个育儿的类型的一个产品 那包括我在这个home界面里面 我把这个房子里加了一家三口 然后呢这个live里面呢 我强调了这种阳光正向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整个这个这个软件呢 它是一个偏暖的 然后呢让人感觉比较开心 比较轻松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我在这个做loading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种情感带入进去了 所以我用这种小太阳的形式 让它感觉每一次刷新的时候 心里都暖暖的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设计的时候 一个设计的一个方法 你只有把你的一个想法 融入到你当前的这个产品里 你这个设计呢才有很大的可能被选用 否则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像我们 刚刚这一款像这一款 这种loading的话 基本上都是不会通过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你的产品联系起来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结合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先打开这个PSD啊 我要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 来做一个loading 双击打开home这个界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界面的几个元素啊 首先我们这款软件呢 它是由这个定位这个功能开始的 就是你无论你社交也好 找朋友也好 那你最初的这个这个圆形呢 是由这个定位这个东西 这个功能出来了 然后呢 你从定位找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人 就是说你找到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呢 他有什么呢 他首先他有照片 你能看到他的照片长什么样 然后呢 他会有歌曲 然后他可能还有一些什么资料啊什么的 资料 这个资料稍微画的有点有点奇怪 可能是一个资料 这样的一个资料 然后呢 他还有 还有点赞 他就是别人给他点的赞 那然后呢 他还会跟你去互动 跟你跟你聊天 那这是这是我们软件的一个 所谓的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你从你的地理定位开始 然后找到人 然后再发现他的一些关系 他的一些 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整个这个 这一套 这套环里面 我们去找到我们loading的一个创意的一个出发点 那我认为呢 可以选择 这个 定位的这个符号 那我们首先我们把定位这个符号拉过来 我们放一个定位的符号在这 那我们定位的符号 如果想要承载这五样东西的话 那我可能就给他复制一下 我们复制五个出来 然后我们再分别把这五个小图标放到这上面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符号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符号 那我们已经把这五个呢放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的间距 让它们间距小一点 这样看起来呢 像是在一起的同类型的产品 那我们把这些都选择到一起之后 我们给它移到比如说屏幕的上面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现在看的这个意图倒是还可以 但是我们整个如果是这种黄色加上这种白色的图标呢 其实是看不清的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呢 可能要在图形上做一些处理 我们给这个白色的图标下面加一个 加一个颜色深一点的 颜色深一点的一个底 这样呢 我们的图标呢就会更凸显一点 我们调整一下图标的大小 然后我们把这个圆复制一下 或者我们把这些这些底都删掉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现在呢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我觉得下面这个颜色还是可以再调整一下 我们把它再调的稍微 稍微暗一点 这样呢可能整体的颜色会协调一点 这个黄色呢还是在白底上效果不太明不太好 所以我们把颜色稍微再调整一下 我们把图标的大小和位置也稍微的进行一些 规整 让它整体的看起来呢稍微舒服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就是我们一个loading 它是一定要动起来的 否则如果它不动的话呢 看起来还是会比较单调 所以这一节课呢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 把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个loading啊 进行一个所谓的动态化处理 我们缩小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分别把每一个三个的这个小组件呢 成组 我们给它叫loading1 然后呢第二个呢 我们叫loading2 然后我们把这个顺序稍微调一下 把它按照那个12345的顺序调一下 这样我们一会做动画的时候呢 会稍微清楚一点 然后我们分别把它们转化为智能对象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本身啊 是一种线性的这样的排列 所以呢我们就不可能按照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几个里面 就是这种比如说这种转动的这种形式啊 这种转动的形式我们都不可能的 那我们用的形式呢 就其实呢是这种啊 弹动的效果 但是我们是五个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 呃 这种就是波浪式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先把它做出来 让然后大家在一起感受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窗口 有一个动画时间轴 我们把时间轴打开之后 我们在这里选择创建真动画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去制作我们这个loading的一个动画 那我们动画想要做的一个效果呢 是连一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 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针先上去 然后它就跟着上去 然后这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然后进行了一圈之后呢 最后我们这个呢 它又回到了最开始的位置 啊 所有的都回到最开始的位置 这样呢 我们这个动画呢 就可以开始循环 啊 就可以支持循环 中间不会有卡顿 那所以好 我们就是需要先开始 让第一个先上去 那我们新建一针 把它往上调 呃 十个像素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针 把第二个 和第一个 同时都往上十个像素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三针看 连续看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呃 我们播放一次 我们三针连续看一次 我们就会发现 它是次序上升的 我们再新建一针 把一二三 啊 都往上 十针 那我们看一下 呃 他们就是一直在往上升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一二三四 同时往上升 同时往上升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已经有五个次序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让它回来了 因为它已经跑得很远了 我们要让它回来 所以呢 在第六针的时候 我们后面三 中间三针还是往上 但是呢 我们第一针要开始往下 好 依次类推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看一下 就是我们第一针的时候 第一张图的位置和最后一张图的位置 那我们要保证它 呃 下降到和第一针 同样的一个位置之后呢 就不要再变了 不然的话呢 我们动画循环的时候是接不上的 所以我们最后一次 呃 最后一次把它再下降 下降十个像素的话 那这个时候应该就已经够了 我们对比一下第一针和这一针 啊 它的位置已经回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后面一针的时候 它就不要再动了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循环从第一针开始逐个往上 然后呢 又逐个下降 最终全部都回到零点的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 我们可以播放一次看一下 这个动画效果还算是比较流畅的 那我们可以把 这个一次改成永远 我们看一下它循环波的时候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这个感觉就是它可能动的还是有点太 跳跃的太高了 所以我们呃 我们需要在每一针把它往回掉 就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动画 我们用裁切工具 裁切到我们刚刚好 可以把所有的动作都放满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拨一下看看有没有漏的 这个时候是有漏掉的 所以我们需要裁切工具把它往下拉 拉到够下面这些所有的图标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够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Ctrl-Alt-Shift-S 我们存储为外部所用格式 而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一个GIF的格式 然后我们把这个循环选择永远 我们先播放一下看一下 这个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需要回去 对所有的这个时间进行一下调整 我们把时间全部都调成0.2秒 好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我们播放一下 0.2秒的又感觉太慢了 我们回去把0.2改成0.1秒 我们再看一下 0.1秒的感觉就还是可以的 就是有那种比较活跃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存储为我们这节课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成果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好 感谢观看